关于爱情和婚姻,大多数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在民国时期流传着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 如徐志摩和陆小曼,林徽英和梁思成,张爱玲和胡兰成等等 在那个局势不稳的年代里,一段长久的爱情是难能可贵的 有些女人以为自己终于找到良缘 却不曾想竟然会是一场预谋 最终她也成为了这场预谋的棋子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杰如 他将自己一颗真挚的心托付给这个男人 却因为宋美玲的出现,被迫沦为政治婚姻的妻子 他们的爱情曾感动世人,也让人唏嘘不已 现后蒋介石 陈杰如原名阿凤,1905年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商人之家 小时候跟随父母亲住在上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因此十几岁的他就出落的眉清目秀 知书达理 一次偶然,陈杰如到张静江家里做客 当时刚好蒋介石也在 于是两人有了第一次见面 见到陈杰如的第一眼 蒋介石就心动不已 当即就询问了陈杰如家庭地址 当时蒋介石32岁 陈杰如才13岁 年龄的悬殊以及家庭的教养 让陈杰如对这个一上来 就问家庭住址的男人有了强烈的戒备心 于是故意说了个错误的地址 不过蒋介石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了陈杰如的家 于是便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此时陈杰如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 提出了反对意见 使得蒋介石的追求陷入困境 按照蒋介石的行事作风 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 蒋介石原本就有一期一切 但为了陈杰如他就将两位夫人给修掉了 不仅如此 还当着陈杰如的面拿出刀来 我承诺我一生只爱你一个人 我用鲜血蒙事 如果你不信 那就窃下我的手指来证明我的决心 这一举动把陈杰如给吓到了 同时他也为蒋介石坚定的决心感动不已 就这样便答应了他霸道的求婚 后来陈杰如父亲突然病逝 家道中落 蒋介石立刻披麻带笑 充当孝子 为臣妇料理了丧事 后来在朱一鸣的劝说下 陈杰如的母亲终于答应了和蒋介石的婚事 婚婚生活 1921年12月5日 他们在上海永安大楼 举行了婚礼张静江是证婚人 此时陈杰如16岁 蒋介石34岁 婚礼是半中西市 现场高挂着香着彩龙的红丑喜帐 还摆放着许多大型的绘花纱灯 浪漫又不失情调 婚礼过后 陈杰如相继见到了 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 以及他们的儿子蒋经国和蒋伟国 毛福梅对陈杰如一直礼遇有加 两人相处还算融洽 陈杰如对蒋经国势如己出 常买玩具和好吃地拿给他 两人的婚后生活也是非常恩爱 蒋介石去哪都带着陈杰如 他经常说 你会是我一生唯一的爱人 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在这甜如蜜糖的语言公式下 陈杰如每天都过得幸福快乐 他们经常往来上海和广州之间 陈杰如都如影随形 当时蒋介石独宠着陈杰如 将之前两位夫人抛在一边 蒋介石在外一直给人好色的印象 但是自从遇到陈杰如之后 似乎改掉了这个坏毛病 后来蒋介石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一家人的生活才算安稳下来 不过这种安慰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在蒋介石遇见宋美龄之后就被打破了 而他与陈杰如也被迫结束短短六年的婚姻 1926年前后 蒋介石认识宋美龄之后 就被他出色的外表给倾倒了 逐渐将他许给陈杰如的承诺给抛弃 而他与宋美龄的结合 也得益于宋矮龄在背后推波助澜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是带有政治动机的 当时宋矮龄为了恐送两家的利益 想跟蒋介石联手 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联姻的方式来达成合作 于是他便想将宋美龄嫁给蒋介石 这样一劳永逸 刚好蒋介石也有这样的想法 即暴得美人归 又能通过联姻得到西方的支援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蒋介石已有婚约 总不能让宋美龄做钱 思量之下 他只能与陈杰如解除夫妻关系 蒋介石将自己的目的向陈杰如和盘拖出之后 陈杰如差点气晕过去 蒋介石说 你只要去美国待几年 等事情结束我就接你回来 蒋介石承诺了一个五年期限 甚至以死相威胁 迫于无奈之下 陈杰如只能含泪点头答应 不久后便与张静江的女儿 一起乘船去了美国 祝国申未嫁 1927年8月19日 杰克逊总统号缓缓驶出上海码头 前往大西洋的彼岸美国 轮船航行到太平洋上的时候 无线电广播传来蒋介石的一封启示 大致内容是说 他只有已经离婚的原配毛氏 其他人从未婚配 这一则启示是蒋介石 为了平息他抛弃的舆论 同时也是给宋美玲一个承诺 但恰好否认了 他对陈杰如许下的承诺 陈杰如在船上听到此话 犹如晴天霹雳 几次想要跳海自杀 但幸好被拦了下来 抵达美国后 陈杰如心灰意冷 不愿再提以前的事 每天苦练英文 学习原意 而且还考取了硕士学位 1933年 蒋介石与陈杰如的五年之约 期限已超过了一年 不知陈杰如是思念蒋介石 亦或是思念祖国及家人 总之 陈杰如悄然从美国回到了上海 抗战爆发后 上海被日军占领 他被迫迁往重庆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 住进了吴忠信的家中 那段时间 蒋介石经常去看望陈杰如 还拿钱周集他 一来二去 两人之间的感情又开始复燃 同时也引起了 宋美玲的警觉 当时到处都是蒋介石的 风言风语 说他在外跟一鸣 陈小姐打得火热 但是传言 终究是传言 一切以政治利益为先的 蒋介石 六年前 因为政治权力 放弃了与陈杰如的婚约 即使感情天平 完全倾向陈杰如 此时 也绝对不可能放弃 他与宋美玲之间的婚姻关系 但是 宋美玲并不知道 陈小姐就是陈杰如 一直把她当成婚姻中的小三 不过 她与蒋介石的婚姻 还有政治因素做纽带 她就算知道 蒋介石与陈小姐的密闻 也只能忍气吞声 1949年 蒋介石退往台湾的时候 也曾想把陈杰如带到台湾 陈杰如拒绝了 这也许是 陈杰如第一次如此干脆地 回绝蒋介石 此后 俩人再无相逢之时 到了晚年的蒋介石 对陈杰如的这段感情 仍心有歉疚 1962年 荆州总理亲自批准 陈杰如移居香港 住在铜锣湾百德新街 平日他身居检出 唯有的消遣 仅是搓麻将 对于往事 则绝口不提 因此 陈杰如在香港结识的朋友 几乎无人知晓她 曾是赫赫有名的蒋总司令夫人 知道陈杰如定居香港后 75岁的蒋介石派亲信 送密信给陈杰如 其中写道 朗西风雨同舟的日子里 所受照拂 未尝须于去怀 蒋介石荣麻一生 当渐渐远离所有的痊愈中心 回忆曾经的人生经历 似乎重新发现自己与陈杰如之间 那种简单的 纯粹的 你浓我浓的情感依托 结婚六年 估计一生 陈杰如有太多的苦闷 为了让世人了解自己 与蒋介石之间发生的过往点滴 因此写了回忆录 在回忆录即将出版之时 受到了台湾当局的阻挠 为了蒋介石 陈杰如最终答应 不出版回忆录 将书稿数之高阁 其中的原委令人深思 1971年 陈杰如在去世前 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信中 都是他这些年积压 在心中的诸般苦楚 如今终于可以 毫无顾忌的意图为快 信中说 三十多年来 我都委屈为君之之 然而为了保持均等 国家荣誉 我一直忍受着 最大的自我牺牲 也因为心中的苦楚 让陈杰如终生未嫁 在孤独中死去 若是陈杰如 没有遇到蒋介石 会度过怎样的人生呢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他在十五岁时 嫁给了蒋介石 也轻信了他许下的一辈子沉默 但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 虽然陈杰如 不是陪蒋介石到老的人 但也是他一生中最牵挂的人 也许那句 你是我一生最爱的人 也并全是假话 只不过陈杰如 一直沉浸在这个甜言蜜语中 错过了许多大好时光 实在惋惜 感谢观看